大家好 我不好意思讓大家在今天交通那麼繁忙的時候趕時間 斯文的愛我自己覺得 它是這整套書裡面非常平易近人的 甚至相對你可以理解一個人的內心的 像他在內心裡面放了一個探照鏡一樣的 讓你看到他內部所有的細節 斑斂跟他裡面生長的一些俯仇 這個東西其實愛情很有意思 就在布魯斯特的筆下 愛情不同於我們以前看過的 像是梁柱啊羅尼米歐與朱莉葉 這樣子的一個永垂不朽的愛情 愛情很像是我們早年年紀輕的時候 都會覺得愛情是一個可以掙脫造物主的力量 好像是唯一可以掙脫家庭造物主 跟一切莫名的控制的一個力量 一直到現在大家還是相信這件事情 當然可是在斯文身上的時候 的確他有這樣的一個欲望 就是他希望去掙脫某件事情 包括他掙脫他命運中的這條這個線 跟他命運中的主題 所以他一直在追求 你會發現這個人很特別 甚至特別到你周圍都有 我相信你們如果周圍有一些男性朋友的話 或者他們已經年高非常名氣非常旺 或者他們在某個部分已經成為一種 顯要的人物的時候 他們或多或少 影子裡面會有絲腕的絮絮叨叨的影子 這個是一個非常貼近21世紀的一個人物 他等於是一個普世性的人 他沒有在一定在哪一個世紀出現的 等於他斯文對於愛情有點像是 我相信你們可能也不陌生 就是某一個時間的神聖時刻 那時候我們都會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說 你的心神被他抓走的時候 你認為那個是一個整個細胞一直跟著歡呼的神聖時刻 把你拉走了一個平庸的人生 把你拉脫掉了一個你不知名的地方 好像進入了一個你生命中完全不知道為什麼的一個歷程 斯文他就是在一個 好像是在追求一種某一種時間的神聖時刻 甚至你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他好有意思喔 因為他幾乎可以跟社會學過愛情 就是斯文這個人 你幾乎在他的一個吃戀裡面 看到他人生跟他自己所屬的上流社會的一個鏡頭 什麼叫做鏡頭喔 我其實第一次感受到所謂的鏡頭 是在霸國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文學小說 叫做危險關係 他後來有改編成電影 因為我那時候非常喜歡約翰馬可維奇這個演員 然後呢 他那個聲槍是超迷人的 所以我那時候 還是學生時代的時候 我反覆看了危險關係的電影兩三次 他每次講說 It's beyond my control的時候 我們是覺得整個人就是 我幾乎快要被他說服了 就是 本來遇見關係這本法國小說 在講的也是一個鏡頭 當貧富差距已經到達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極限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認為你今天打開新聞 上面就寫了貧富差距 可能沒有感覺 你就覺得便當很貴 去買東西很貴 不過你看到某個人家裡面 家裡竟然放了租民的雕刻像 這不是假的 這我去當記者的時候 採訪某一個人說 發現有一個人 家裡面可以放租民的雕刻像 這樣子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貧富差距的一個真正的界限 在平常的時候 我們社會會確保我們看不到這個公式 然後呢 可是貧富差距拉大以後會有什麼狀況 心裡的飢荒 無論對窮人是盡頭 因為窮人呢 大家可能現在都感覺到了 勞動跟工作是兩回事 為什麼現在年輕人會發出厭世的聲音 是因為他們在勞動 他們沒有感受到工作這件事情 工作的價值 工作的一個可以換來的成就 大部分的時間 包括我們中年人都是在勞動 那這個鏡頭是一個牛馬的處境 就是你一直在耗損耗損耗損 到後來的時候心裡面的那個 能夠沉澱的東西會越來越少 等於說你今天看這本 追憶涉水年華的時候 你甚至也認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優渥的狀況 你才能夠有心神 有時間 有快狀的時間 讓你緩緩的去看這本書 可是呢 有錢人的鏡頭是什麼 那很可怕 那就是一個 從一開始就看得到結束的地方 危險關係其實那時候給我感覺就是 那位貴族夫人 勾結了一位子爵 一個歐流浪子子爵 然後呢 起先是開始動弄一個 成為心寡的女性 然後從書信體裡面 你就可以發現 他們那種玩弄 他們那種閒來無事的 像鬥鳥一樣的方式 在動弄一個街景 跟他們差一點的女性 在獵捕 他們彼此之間互相獵捕 因為那位夫人 太早就嫁給一個非常有錢的貴族 其實他後半部的人生 從他二十歲以後 他又進入了一個漫長的 沒有辦法自我實現的 只要榮耀自己階級的 物品回攏得他 全部標註過他的 那難以掙脫的鏡頭 這樣講起來可能很 好像很令人羨慕你 可是事實上 當你的階級大過一本人 你周圍的社交群大過一本人 你就會知道 這樣子的一個鏡頭 是一個精神上的鏡頭 因為你幾乎 會被人家視為 你可能是什麼人的 兒子女兒 當你過了三五年 要證明自己的時候 那都是徒勞的 那是無效的溝通 所以其實是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失望 他生來什麼都有 他有非常高的品味 然後呢 他在那樣的一個工業革命的時代 完成的時候 然後出現了布爾喬雅 這樣子的新貴 就是裡面的 維爾迪蘭這個家庭裡面 然後呢 這樣子的一個社會階級的拉扯 他反映的是 斯萬這個人 他本來前半身就屬於生命的鏡頭 他知道他非常博學多聞 他非常有教養 他的舉止都讓你覺得如霧春風 可是呢 他就是在扮演他的身分 你怎麼樣去打破你自己的身分 在那個世紀裡面 幾乎是不太可能 就像我們今天看《紅龍夢幼》 也很難打破你自己的身分 還有斯萬本身的焦慮 這本書非常優雅的寫出了一個人的焦慮 我相信焦慮應該也是21世紀的主命題 就是存在的焦慮 怎麼認明自己的焦慮 這本書很有意思喔 就是講斯萬其實是一個 很喜歡講資訊 很喜歡講他知道的知識 他把知識講得非常的迷人 可是呢 他自己不講自己的私人意見 因為我發現周圍也很多這樣的人 就是我很有pose 我擺出了一個姿勢 像是知識分子這樣子 我擺出了我好像後面有一大堆的一個 像是書房 或者是我的後面有一大堆的昆德拉 卡爾維諾為我做後盾 我的音樂的主譜可以連結到那麼多 你幾乎以為他是一個星系了 可是他本人在裡面非常渺小 如太空裡面的一個小層子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也沒有著力點去表現出來 或者他也沒有可能太長久 也沒有意願要表現出來 他自己個人的存在 所以你會發現斯萬在遇見了奧黛特之前 就是他星系的一個原因之前 他其實就是一直在捕獵 獵獵 然後不喜歡參加他所屬的階級的party 他喜歡參加的是 我想要去看一下女工人的生活 我想要看一下藍女階級的生活 我想要看一下布爾喬亞的生活 然後呢 他在他的上流社會的時候 反而覺得他沒有什麼困難 就是他已經就是 像空氣一樣的可以行使他的特權 可是他一旦進入了 藍女階級或布爾喬亞的演年的時候 他反而會很緊張 我這樣的身分 我這樣的博學 我這樣的姿態 到底是不是會被別人給一眼辨識出來 辨識出來我是這麼優雅 我是這樣高的品味 而且我不彰顯 這樣子的一個存在焦慮 一直在這本書裡面 嗡名著 你會發現很 既然有人把焦慮寫得很迷人 就是這個人什麼都會 什麼都好 什麼都可以講 可是他 對於自己 非常陌生 甚至他把自己擱置在最後面 你甚至不知道他把自己放在哪裡 失望的焦慮 一代一代的汪名 汪名到我們現代 你會發現很多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的 比方說MeToo 或者是我們過度去崇拜某些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 原來可能會打破你原來的期望 因為這個愛情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點像是 其中考其末考 無論他何時來臨 他在這很晚才接受他的期末考 就是一陣龍捲風 把他刮到一個他不知名的地方 然後呢 在愛情裡面 你開始發現 你原來倚仗的知識 你原來倚仗的身份地位 跟優雅的風度 在奧大特面前 其實不足掛齒的時候 他整個人 就發現他自己內在是空的 這個空讓一百個奧大特 都沒有辦法滿足他的黑洞 所以他需要 非常非常需要奧大特 甚至一直不停地 要收集奧大特的剪影 幻影 奧大特任何的符號 奧大特任何一個裙擺的資訊 他不是要奧大特本人 他要的是奧大特一百個存在 奧大特的各種的一個回眸 奧大特象徵了他的樂曲 他喜歡音樂的某一個剪影 來滿足他這個自身焦慮 無所證明自己存在的大黑洞 他的愛情是用這樣子戲劇化的方式 架齡他的人生舞台 你就會看到這個人 變得小小的 像侏儒一般的 你一開始的時候 我小時候看的時候覺得這個人 這個有身分地位的人 竟然會被這樣子的一個龍捲風刮到 他到後來兩百多夜 他都沒有辦法醒來 這狀況的時候 你幾乎發現他一點著力力都沒有 一點抓地力都沒有 他被這個愛情整個壓制住了 有時候像村上村樹講 有一個很迷人的比喻 就是他在講人造衛星的情人的時候 我很記得那第一段 因為後面我沒有那麼喜歡 所以前面第一段 那個警校非常的吸引我 龍捲風把所有的地上屋都抓走 你原來的理智線全部被拔斷 你到底會被帶到哪裡去 然後呢 這個 這個男的 他一開始的時候 根本沒有喜歡奧黛特 奧黛特對他來講 就是一個他烈焰裡面的一個 小小的插曲 甚至他還不想去烈 沒有什麼特別的 讓他覺得 甚至在審美上面都過不了怪 可是呢 一個神聖的時刻來了 就是小樂劇 一段音樂 一幅畫 讓他進入了他人生中 以為的主舞台 讓他以為他可以證明自己 我記得裡面有一句話還蠻有意思 他其實這本 他這一個故事寫得非常的容易懂 這可真迷人 我竟然成為神經病 這個東西是一個 你可以知道前提是一個很自傲的人 然後講了一個 這可真迷人 我竟然得了神經病 那個那句話 一方面可能自我覺得恭喜 另外一部分 你會發現有一個另外一個潛在的語言 我竟然有這麼一面 我竟然為愛情獻身到這樣子的一面 我竟然可以投射出來我自己這一面 有一種過癮感 這裡面有很多部分非常有意思 就是比方說他離開奧戴特的屋子 他後來有一個靈感他要去桌間 他回去了裡面發現他敲錯門 可是呢他在那個等待的過程裡面 他發現非常的快樂 非常的喜悅 好像他的睿智又回來了 好像他的一面親民又回來了 然後呢他又回到了以前 他認為他小時候 年輕時候聰明的少年 那時候還很愛智 然後那時候 對於自己的藝術 自己的品味 人有仰仗的時候 他發現 原來我可以在這個愛情裡面採取一個 人家不為人知的主動 非常卑微的主動 他竟然得此快感 你會發現他其實說他愛奧戴特不盡然 他很像是愛他自己 卻沒有辦法完成的一個過程 這整本書都在講 一個人愛他自己 卻無法完成的過程 其實很美 就是我們一般人其實你要說 大家時辰時辰說 我自己愛我自己的過程 是我覺得可以欣然接受 其實我覺得沒有幾個 可是作者把一個人 愛他自己立有不代的一個狀況 寫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即便他看起來是極度渣男 即便他對愛情完全沒有任何的責任感 可是他對他自己的那種立有不代 讓你非常的覺得 甚至有一種互相感應的感覺 我覺得我病了 病入高荒 但又懼怕被治癒 又害怕被治癒 這本書他前半部鋪陳的這個人設 都很完美 他簡直就像一個可疑的課題 然後藏著他的那個令人同情的主題 就是我剛剛講他不太敢講他自己真正的想法 然後他用很多金玉其外的包裝 這個可疑的課題 為他行使這個人生的一個方式 可是奧奈特這個像是符號喔 他其實在裡面一直都是一個次等的角色 都是他的鏡子 這個人的出現的時候 讓他發現 我這個可憐的主體竄出來了 我這個可憐的主體生怕被治癒 寧可他奄奄一息了 寧可他快要死了 可是那個可憐的主體看起來 感覺上比我平常更像是活著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 他文書中有很多這樣的一個矛盾的心態 就是他寧可死了 或他寧可對自己非常的自厭 他裡面一大堆這種非常 就是像是張愛玲講的 我寧可卑微到塵埃裡面 可是那個從塵埃裡面 張愛玲又用了一句 他好像又得到了某一種眷顧的欣喜 你知道嗎 像這樣聰明的人 人生有幾次可以卑微到塵埃裡 低到塵埃裡 我甚至那時候讀張愛玲的時候 我覺得他那一刻 他相信某一部分他被拯救了 即便觀眾用神視角來看 這是一個悲劇 可是呢 對張愛玲這樣子聰明的人來講 這樣子要強的人來講 以及那樣的家事 當他第一次在卑微到塵埃裡的時候 他近乎是感覺到生之喜悅 生跟死如此接近 非常非常接近 你每次當你發現某一個朋友的病事 或者是發現某一個像是疫情那三年的巨變的時候 你會發現死這些東西 跟生其實是綁在一起的 你幾乎會感覺到某一種生命的力量 是來自於對於死這件事情的認知 或者是察覺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斯萬的愈生愈死 幾乎是他自己的自導自演 甚至他沉迷在自己的愈生愈死 他這裡面也有用一個像上癮那樣的狀況 來形容自己 他很想戒斷 他戒斷其實是很長 中間從那個威爾迪南夫婦 發現這個人根本就是真正的貴族 他不是我們布爾喬亞的這一塊 於是就是驅逐掉他 他必須要遠離奧戴特好一陣子的時候 他幾乎他經歷了兩三次的階段期 中間還有很多好幾個月 長達好幾個月 他裡面內心的自導自演都是說 到時候奧戴特一定會覺得非常可惜 我現在送一個珠寶給他的時候 他一定會知道說我對他的重要性 就像他當初收到我的信的時候 會用戰斗的方式來回信 就像我那時候忘掉東西的時候 他會希望我連心都忘在那裡 這麼拙劣的兩封信 老實說我們平常在私訊的時候都會看得到 可是這兩封信一直被他記掛著 即便多年以後 他都當成奧戴特愛他的證據 因為他沒有證據 他只有那兩個可以發群組的那兩個話 可以讓他維持著證明著奧戴特是愛他 追憶四水年華跟紅龍夢喔 其實很多人都拿這兩個 追憶四水年華跟紅龍夢相比 因為他們都講著一種人間的虛無 可是他們的虛無很迷人 他們的虛無不是那種黑洞啊 或是那種什麼這個社會的一些 非常非常引人沉淪的部分 他的虛無有一種積極性 這兩本書之所以厲害的是 他們的虛無有一種積極性 就是對照外界的虛無 大官員呢 的前前後後 包括劉勞勞進大官員 包括他們的飲食 包括他們的行酒令 細膩到 就像追憶四水年華一樣 細膩到量子的程度 你幾乎可以聽到他們的器皿的聲音 幾乎可以聽得到那個師族音樂的聲音 衣袖的聲音 那種非常考究生活文化的聲音 為什麼 那很像夢啊 那是出不去 為什麼你要寫那麼多細節 那你出不去 你沒有破綻 你從一開始 紅紅紅紅的第幾章節的時候 你就發現這個家快要敗了 他一直在告訴你說他們家的情況 包括那個貴妃 回妃子回來的時候 的那個最後的容景 都是往非常蒼涼 日暮西沉的那個地方推著 推到一個極盛跟極敗的地方 可是因為他的細節顯得太完美了 你會發現你真為主角 無論你是保釵 保育還是待遇 還是任何一個人 你都出不去那裡 所以適水年華有這個部分 無論是音樂 無論是食物 無論是細節 甚至你聞到的味道 還有他們內心裡面的序語 都如此的 像是你聽到他們 連塵埃都佈置得非常好 你等於進入了一個 比真實還要真實的世界 於是你發現 你如果是個鹹熟的神讀者 你會發現 你在一個夢境裡 甚至有可能在一個噩夢裡 你不小心進入了絲萬的噩夢 他的人生充滿了細節 這本書裡面是非常厲害的就是 就是一般人 送揚普魯斯特的東西 他怎麼看事情的 太陽下面沒有新鮮事 一個人的失戀 一個人對某個人的執著 有什麼完全沒有新鮮的體材 可是他怎麼可以看出 這麼新鮮的東西來 這個人 無論是他自我的欺騙 還是這個環境 讓他出不去的那種鏡頭 他像金絲雀一樣的 他在空中是有限的 可是他的人生 是充滿了掙扎的 翅膀的拍打聲音 那翅膀的拍打聲音 幾乎把他自己快要睡著的 自己吵醒 這本書前半部是斯萬這個男人 活到中年 都還把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課題擱置了 擱置在最後的一個Data裡面 他是一個極致的拖延症患者 所以他其實後來他逃避他的思考 他逃避真正的事物的核心 本質是什麼 他只要送揚那些畫 他只要送揚那幅畫 跟自己是不是可以對照自己的小史詩 我喜歡他們這些春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有神話一般的畫 有聖經一般的那種大格局的東西 他把它自己放進去 然後呢 這樣子的一個非常擱置的情況 甚至把自己史詩化的狀況 這個是一個絕對性的一個拖延症的傢伙 他的人生其實在一個 他前面編織了一個非常細膩的夢望 讓你發現原來他們這一切的繁華 包括維爾迪蘭家裡面收信徒的方式 就是他們非常的自卑 以至於他們必須要誇耀自己 甚至要讓 包括你看維爾迪蘭的聚會 大家前面如果有翻這本書 那也那個聚會非常有意思 就是那個醫生啊 他會看著別人的方式來笑著 然後看別人的那個動作 然後知道自己什麼時候 在別人的逗點上面下降距離 他沒有一個東西是他要講的 可是呢他完全知道他的落拍 應該落在維爾迪蘭家族裡面的 主要的意志的哪一個節拍節奏裡面 他是在跟著節奏跳舞 那裡面的信徒都在跟著這個 新興的布爾朝雅中間世代 中間的那個中產階級在跳舞著 你一旦五步不合 就像是真正的這位絲萬 真正的貴族 他沒有辦法去彰顯他那種 比較粗淺的 或是他沒有辦法就是完全斷定 某一個人就是非常低級的藝術的時候 他有所保留的那種品味修養 反而讓他們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跟上那種積越的舞步 那種讓自己好像 讓自己覺得自己都昇華的那種舞步 其實這裡面每一個人 都像是自己昇華了自己 你看 你不要管絲萬的愛 你光是看維爾迪蘭的那一群人 如果他們有了女朋友 然後他們不參加這個聚會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他們的信徒沒了 他們就會少許新的信徒 而奧奧泰特就是在裡面 一直不停的去從中得利的人 為什麼這群人都在找自我昇華 我覺得這本書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裡面沒有一個人可以對焦到自我 而且他們極力的避免對焦到自我 他們每一個人包括成為 好不會成為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布爾喬亞 都沒有辦法對焦自我 都是希望完成他的身分 都是希望完成別人眼中的他 而極盡努力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的各種小情小敘 然後各種前表情 微表情 包括他們每一個口不對心的落點 通通都非常精準 你生命一定有這樣的人 就是維爾迪蘭加那個巡劇裡面的那個醫生 知道什麼時候該落點 在什麼關鍵人物的一個語句上面 那個落點對了以後 那個關鍵人物直接把你拉到那個符文社會幹嘛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他會知道你是 你是會知道什麼時候鼓掌的猴子 所以這個東西它你認為自己是猴子的時候就有用了 你會是一個標準的合格的鏡像 所以這個故事裡面的每一個人都充滿了那種人性的勃發 你幾乎可以看得到那種花圃裡面那個花生長出來 然後接著蛀蟲來了 接著毛蟲蟲來了 那種那種生態鏈 那不是說誰壞誰好 而是那個生態鏈是如此的勃發 幾乎讓你聞得到土腥味 就算他們的階級披在那裡 然後他們的手絲掛在那裡 因為人物的那種人性的土腥味整個爆發出來 像一個咒語之後 其實沒有什麼作家可以寫人性寫到這種程度 布爾喬雅的小圈子喔 那穆摩桑是比這本書再前面一點 他寫過羊紙球就是織紡球 有一個版本白衣神織紡球 那時候十八世紀的時候法國就開始工業革命 然後呢他們在 織紡球其實我那時候覺得 那時候因為重新來路有一排 都在賣著所謂的世界名著 然後織紡球一定是其中的一本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幫你安排好一個書的宇宙了 那沒有這個地方 所以你會在那個書的族譜裡面 抓到一套摸摸上 穆摩桑是非常會諷刺階級的作家 而且他的聲音 他的那個文字的聲腔之輕巧之諷刺之愉悅 那你幾乎開始跟著他哥哥哥笑得出來 今天他講的是悲劇 織紡球也是一個交際化 他是一個算是 就是他們認為的底層的一個女生 靠皮肉賺錢的 然後呢他的書裡面也是像絲襪裡面 他是一個身體很豐盈的人 豐滿的人 然後出現在一個 那個車子裡面 馬車裡面 然後呢不同的新貴階級跟他做在一起的時候呢 其實脂肪球完全的就是只是成為一個脂肪球 一個肉欲的象徵 一個肉體 一個底層的 才會出現的肉體的一個符號 然後他們開始欺負他 然後言語霸凌他 這些都是一個非常日常 莫薄上寫的非常日常 接下來呢 他們出現了一些問題 就是必須要找到一個東西來過關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剛好有一些動亂 然後就把 他們一開始脂肪球是一個非常 很慷慨的 大方慷慨的女人 那時候還分了他的零食 他分了他的那個東西給一路上的那一群 他諷刺他的新貴 然後後來慢慢的好像緩和 就是想說 喔沒辦法這一路上就跟著這個人一起晃吧 然後呢 後來他們犧牲的脂肪球 達到了他的目的 就是讓他去服侍了另外一個軍官 之後他回來的時候 這群人完全吃他入壁 就是完全把他當作灰塵 這個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讓你覺得 布爾喬雅的眼睛 上流社會的眼睛 以及女生跟自己肉體的關係 你身為一個女生讀者的時候 你會非常的清楚 女生的身體位置 女生彼此之間的政治的一個位置 我們的從屬我們的地方 以及身體跟我們之間的較勁 跟我們的對話 布爾喬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描述 我們幾乎可以知道 絲萬的一個後來的狀況 那為什麼要從那些他 女工啊或者是一些管家啊 或者是人家家的 比方說是仆人之類的 他都喜歡去勾搭 他沒有 他要的是一個出圈的 是一個擺脫窒息的一個狀況 那時候 這個是雷諾瓦那時候的話 曾經有一個一平家講說 如果你們要看 就是把雷諾瓦只是當成一個看畫很會畫女人的人 你們一定有看不懂 布爾斯特 布爾斯特跟雷諾瓦 都是在一個階級開始巨變 重整的時候 誕生開始成長 開始結果的一個創作者 雷諾瓦那時候拍畫的女生 其實那時候他是被他們的同儕笑 就是他用了很多的粉色塊 來形容女生的那種鋪天蓋地的肉啊 鋪天蓋地的美好的那種感覺 這個感覺不太像是以前他們認為的 所謂的上流的一個做法 可是你會從這裡面感覺到那時候的社會氣息 那時候有女生的一個符號象徵 愛情最初的意象 他第一次到了維爾迪蘭家裡面 他其實根本不想去 然後後來反正 就他 他其實想去啦 他就被拖去了 然後呢 他自己去了以後 去聽到了 凡特一的 彰琴奏鳴曲 彰琴與小提行奏鳴曲 那時候他非常的激動 好像 他認為這個樂劇 像是他跟奧蘭特的 愛情的活歌 為什麼 從一個他一開始覺得奧蘭特長的其實不是他的審美 甚至他很粗俗 他沒有覺得有什麼需要再繼續的直話 為什麼他還會因為那一段樂劇而感動呢 他這一段啊 你就可以發現 你會發現 失望的存在的焦慮 以及如何被那一段小樂劇給化解 你知道那一段樂劇很美喔 他怎麼寫的 那段樂劇所指引的幸福 得那一份空虛虛容 他的輕盈優雅之中 含有某種木已成舟之感 彷彿毀 尾翰之後生出來的冷漠淡然 但他 不是那麼在乎 他重視的不是樂劇的本身 並非是對一位 在普曲當時並不知道 他與奧蘭特存在的作曲家 反倒是一個證明 是他留給這個愛情的一份紀念 當這個樂劇被演奏出來的時候 他感覺到 那種那個樂劇裡面的幸福背後的蒼涼跟空洞 他感覺到 這個樂劇指指的一種悲劇的氣氛 他感覺到 那個樂劇裡面 背後的一切都是往然 你人生中有沒有過 聽到馬一個音樂 你會因為他背後的 指指到背後的空虛 指指到生命的往然 指指到每個人可能都是下產 而一生懷感動 可能你跟某個人已經分手很久了 你的事業上面出現了一些問題 你對自己不太肯定 突然之間那一首樂劇 像是一個月亮搖 照到說 原來那時候這麼愛 原來那麼美的一刻 都指指著悲劇啊 那一份存在感指指落袋 然後奧戴特在那個時候 那時那一刻 那神聖的把他抽離 庸俗生命的本身的時候 他存在著 於是那個樂劇的神聖的一刻 融合了他的初戀 駕駛了他悲劇性的人生 他渺小性的人生 他不是悲劇 他是渺小的人生 他發現了生命的一個巨大的存在 一個轟然的存在 相對於他如此渺小的生命 那一刻是他開始進入了死亡之愛的關鍵點 小樂劇其實在這本書裡面 形容得非常美 包括他到後來翻然醒目的時候 小樂劇都翻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 他用一個很不明確的用語 可是會讓你知道你的感受才是真的 我們用腦袋的時候想到的事情 通常都是假的 都是錯的 都是推翻自己的 可是唯有感受那一刻的誠實 到後來的時候才會讓你轟然醒目說 啊 原來我早就知道答案 只是我那時候身在舉重 小樂劇呢 這裡面有講著 這個愛情啊 以一種關注到絲萬身上 超越具體事物的真實感 他知道所有的具體事物 所有的具體事物也圍攏著他 他不缺任何東西 可是他的具體事物 超越具體事物的真實感 架領了他的人生 超越了他的人生 這種快感沒有人能夠抗拒 也就是他開始自戀的本身 然後呢 他這麼形容著 這份對未知魅力的渴求 這小樂劇對他的起敵 卻未帶來任何具體的解渴之道 因此 在絲萬的心靈中 物欲煩惱 注意人 注重人性且一視同仁的當中考量 這些都已經被小樂劇抹去 空了出來 為家填補 他能在其中 隨意刻上奧戴特的名字 而且 倘若他對奧戴特的喜愛 喜好 稍微不足了 不足預期了 也就是他突然醒來說 這女人根本不是我喜歡的啊 那小樂劇就變前來喔 將他神秘的活力灌注在其中 合併作用 簡直可以說他正在吸食一種麻藥 他為了要那一刻的超脫 超脫他的具體的 優俗的 凡俗的 物質生活 他寧可 將無限的奧戴特 無限奧戴特的衍生 無限奧戴特像富江的爭執 投進去他的人生裡面 我剛剛講富江大家會不會覺得很陌生 就是那個一騰騰騰的那個 我自己覺得他就是 他的意向有一種真實感 就是 很多男人對於富江 包括女人的厭女主義 都有一點像是富江 你為了滿足自己的存在 你會把某個女人當作投射 你會把某個女人當作鄉愁 甚至把某個女人當作故土 那個可能隨著年齡啊 越來越長 你會越來越希望返回那一刻 那個女孩子搖著馬尾 然後出現那種腳踏車的叮叮聲 然後轉過來 然後她的那個隨手服的裙擺 就只是要這樣 她只是一個符號 至於那個綁馬尾的女孩 那些連我們追的女孩都不重要 那個她只是一個符號 她有的 她重點是 她有著青春飛揚的意向 那個超脫了她唯物生命的本質 超脫了她所有庸俗的生命 她要的是那一刻 那一刻 你要燒多少個奧黛特進去都沒有用 你知道嗎 因為你人生如果是空白的 荒蕪的 你只好一直不停的用奧黛特這種人物來獻祭 也就是說為什麼現在很多人會覺得 為什麼那些有名望的人喜歡獵捕女生 或喜歡一直沉醉她所謂的小小的羅曼史裡面 因為她其實要藉由那些人的符號 她才能存在 她沒有辦法回到她她精神上的戊圖 她也沒有辦法像 她也跟絲望一樣 沒有辦法回到她青少年時代 年輕時代的愛智 她回不到那種 音樂知識真正的滿足我了 然後我真正的因為她而充實 變成另外一個自己 她沒有辦法回到那個時候的時候 她只能藉由各種的意象符號 來返回她精神上的故土 去搏拜她未曾完成的青春 就像是死在殼子裡面的毛毛蟲一樣 不停的不停的要一起鑽破那個油 這是一個精神的一個 就像是她一直提到的是 那個波提切莉的畫 西波拉是那個摩西的妻子 你知道這種史詩格局的畫 因為放在那種西斯丁大教堂 女辦堂的那種畫 你知道就已經到達了一種神格化的一個 藝術的一個 反正她就被拱到那裡去了 然後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她把自己放在這樣子的一個史詩格局裡面 然後呢 對西波拉這樣子看起來柔弱 看起來又堅強又柔韌的一個女性 她產生了跟奧戴特重疊的意象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些連她們追的女孩誰都不重要 西波拉不重要 奧戴特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要完成她人生中的小史詩 而她剛好是摩西的妻子 這樣子的一個具體的印象 再清楚不過的印象 她完全沒有辦法逃避 至於她之後又出現了另外一個西波拉的時候 她也會沒辦法逃避 她在書桌上面放了一張西波拉的畫像複製品 全當是奧戴特的照片 九九的欣賞 你知道她們要用自戀 好像她也在那個史詩的畫裡面 她是摩西還是另外一個人 然後呢 她旁邊一定有一個西波拉 才能夠證明她是摩西嘛 然後呢 這樣子一個 因為西波拉剛好是祭司的人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她就是一個神聖性的 確認性的 等於是個證書啊 就是 摩西證明她很厲害很棒棒的一個證書 然後呢 斯萬久久觀賞 激喜了最初奧戴特對她未曾激喜的欲望 因為她已經是西波拉了 是奧萬 是斯萬自己的作品 她將照片拿到身邊 覺得如同把奧戴特抱在懷裡 等到她再去維爾迪蘭的家的時候 只要奧戴特在 她就是個關鍵字啦 芝麻開門 她就會感覺到那屋子裡面充滿了感官 一種神經網不斷的刺激她的小小的心臟 因為她已經不小心跑到了維爾迪蘭的家裡面 就進入了她的史詩 這是西斯丁的那個大教堂的話裡面的一個神幕曲 一個神話 愛情的一個絕對的抛物線 這種自戀喔 非常的悲傷 可是這個悲傷喔 就像我剛剛講的 《紅蘿夢》啊 追溯水年華的虛無 通通不是一個負面的事情 所謂的虛無是 你看到喔 原來這個社會是這樣運作的 商人是這樣子製造幻象的 然後社群是這樣子 讓我們故意的要互選立場的 其實大家仔細退開來一步 就會知道商人玩的遊戲 是故意要讓我們很生氣啊 很激動啊 很歡樂啊 然後讓我們一直不停的用交感神經 來附屬於他們的利益 這個東西虛不虛空 虛空啊 怎麼會不虛空 可是呢 你知道它虛空以後 你會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這個人相對起來 是真實 所以它有一個積極性的意義就是 無論是18世紀 19世紀 還是現在這個世紀 幻術都一直不停的加固 你一直不停的 從絲萬的眼目裡面 看得到這個幻術 如同一艘綿綿綿密密的網 而你身為裡面的蜘蛛或者是蝴蝶的時候 你再清楚不過自己其實才是一個真實的生命 相對於這個虛幻的時候自己可以多真實 那時候就會引爆出來你對思想的一個容負之情 你會很渴望所謂的思想 這是這兩本東西方的一個哲學名著裡面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它讓你看透了這些事情 看透徹 而不是看到厭世 是看到透徹 看到心裡去 看到那個最中心的核心原始 於是你再知道你的生命對照它又是如何 你的生命就不會那麼渺小至於世界 而是世界至於你又是如何 變成一個反方向思考 那個時候就會豁然開朗 你就會闖開另一個大門 現代人多麼的煩惱都是 這個世界怎麼對我這樣子 我三月份的運勢怎麼這麼差 我的主管怎麼樣 然後我明年是不是會改運 然後我的愛情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心心念念著這些 我之於世界怎麼樣 可是之於為什麼要有這些 這幾本像這樣子的重大的一個 非常巨匠型的文學 是因為它會告訴你世界之於你是怎麼樣 世界是怎麼樣搞它的知幻數 而絲萬在裡面又是怎麼樣的一個生命 你去看絲萬這個生命的時候 你不僅是投射到你朋友社交圈身上 你也會投射到自己自身的生命上面 因為畢竟誰不自戀呢 可是絲萬是一個非常重度自戀的人 他這本絲萬的愛 就是一個漫長的自戀過程 他很像是那個就是覆盡製造的那些設施 可是你知道嗎 自戀的一定有他的反應 就是自慧 自殘 自厭 沒有一個自戀可以單獨存在的 即便你今天看到一個勇猛的運動球員啊 像甘賴迪這麼陽光的總統啊 我跟你講他們不可能沒有自戀 自厭 自欺 自我公職 這個是一定相生相長的 所以呢這個 他只能關注於這個眼前的幻影 他不能 奧希森是從來不能回望自己的本身 也不能看到他自己的身後 而且他也沒時間 他光是看這前面的奧黛特 剛剛都看到前面的小小的 那個維爾迪達社交圈 光是關注那個小語句 以及他在實施名畫裡面的位置 他就已經來不及了 就像是我記得呢 卡爾維諾吧好像講說 當你關注你的臉的時候 你沒別的事情好嗎 你看這樣的人生都可以異形式啊 就是如果我今天跑去了打了一下鳳凰店� 其實我人生可以敲除掉 百分之三十的煩惱喔 就我只要忙我的臉就好 我好開心我每天這樣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你的擱置 你的生命的主命體的他放在他放 你生活在另外一個地方 你等於精神疑你了 可是沒有人會去講這件事情 還是防大傷心 可是呢 你知道這個東西啊 愛情的自戀不只是思外 我講一個真實的那個故事 就是飛之截羅的東之夢 東之夢是我看過的書裡面 因為我看飛之截羅的大生小書的時候 真的對他的才華吸引了 然後呢看過東之夢的時候 我幾乎是哭泣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非常自傳性的問題 就是崩潰了吧 他把自己當成是盤子裡面 沒有洗乾淨的廚餘 他好不容易打入了上流社會 他因為他是一個算是中層階級的孩子 然後呢 他打擊了上流社會 然後被名媛所接受 可是他瞧不起他 你知道啊 你知道他破關的密碼 你知道如何芝麻開門以後 他在那本書裡面很明確的知道 他游刃有餘但瞧不起他 那個瞧不起的連帶著自己 那個悔恨 就像是盤子上的廚餘 他即便跟你講 他說我即便講了 我已經戒酒了 我即便已經重新做人了 可是我怎麼寫 怎麼看我自己 都還是沒有洗乾淨廚餘的味道的一個盤子 那時候非常的震撼 可是東之夢為什麼會提到這個 那也是一個愛情的自戀 他一開始的時候形容一個荒謬的草皮 那個東之夢那本小小的書 然後他到夏天的時候會變成高爾夫球場 那時候灌溉營集 貴族啊紳士啊都會來這邊打球 然後呢 剛好裡面會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名媛 那個名媛也不是非常美麗 而是他非常象徵著他那個階級裡面的活躍 他有一股不知道世事的生命令 那個是對他這個漢地草原裡面一個 完全不可能擁有的植物的生命令 於是他著迷了 著迷了這樣的意象 那是冬天漢地的夢啊 夢一個夏天回春的景象 於是那本書裡面的前面那個故事 就在講一個自戀與自卑的愛情作用 他一藉由完成追逐那位名媛 來佈足他在冬天裡面寸草不生的荒芜跟害怕 斯萬也是 斯萬 除了他的博學多文以外 除了他的儀表堂堂跟生死以外 他不知道什麼東西可以拿得出手 他不知道什麼事情可以證明自己的存在 於是 奧黛特跟那個看起來很平庸的 維爾迪蘭的聚會 讓他感覺到 啊 我終於不用證明自己的存在 我終於放鬆了 我終於 就他裡面文章就寫著 啊 沒有比他們更寬大的 他還回去跟他的貴族朋友們講說 沒有比他們更寬大包容的組合了 就是他在裡面完全的沒有辦法 就是完全的放鬆 完全的沒有 不用 他只要對焦奧黛特的存在 斯萬消失了 登 又沒有了 你知道人的那個自我存在的焦慮喔 大家現在一定不陌生 是非常如意隨形 你即便不想 他都存在 斯萬的愛情跟他自身的存在的辯證啊 你看喔 這裡面講到他的度意很有意思 重新挑起了 你知道他就不是跑去抓奸嗎 他只感受到的就是那種 度意重新挑起了 他情學的時候的才能 追求真相的熱情 斯萬甚至啊 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奧黛特後來都不太理他嘛 除非他要錢的時候 所以所有的諸事馬基都在告訴你 奧黛特不喜歡他 可是呢 斯萬呢 睿智的審視自己的痛苦 近乎將痛苦接種在自己的身上 你會把你收入很多這樣的人吧 但是當他跟你講說 好我失戀 我是不是愛上 愛錯人的殺傷承諾 他就是會出現這樣 我把痛苦接種在自己的身上 說真的 一如畏懼死亡 他也擔憂這樣的痊癒時刻 恐怕是 所有一切之死 這個很很實際 其實非常實際 我為什麼要標出來一定是 他寫得很好 謝謝 等一下 當奧特特啊 對他來講 不再是一個永遠不在 令他掛懷 加以踹象的女人 他當他的感覺 不再是眾名取悅 狙擊發出來的泥漾不安 而是 連愛與感激 當他們之間 真正建立起真正關係 他在假想啦齁 終結了他的瘋狂與哀傷 那麼在他的眼中 奧特特生活裡那些形式 想必就是會顯得沒有什麼意思了吧 就像他以前 以往多次想的那樣 例如透過信 讀他寫給福瑟維爾的信那一天 他以那樣瑞士的透徹的眼光 審視自己的痛苦 加以研究 他告訴自己 待這樣的苦痛苦病痊癒之後 奧特特會做出什麼事情 他都將不再在乎 也就是當奧特特 這個迷漾的過去 他們兩個人 如果真的發生了正常的關係的時候 這一切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有他的痛苦以後 他該怎麼辦 有些人喜歡用自己的痛苦 來彰顯自己 尤其的關係 你知道 這本書 這個電影啊 其實非常的 非常的 悲傷 就是指覺這位 他從來沒有 他跟絲外一樣 從來沒有想過他自己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或為什麼要存在 老實說 在工業革命之前 離封建時代並沒有那麼遠 在工業革命時代的時候 沒有人需要考慮自己會要什麼 自己是誰 人類 要開始思考自己是誰 其實沒有多久以前 就是 對他們來講 我是誰 我在哪裡 我為什麼要存在 這件事情 其實 其實 根本 沒有多少年的歷史 所以他們 對於 自身這件事情 是沒有認知的 這以前是不用思考的 所以 他們 連空虛在哪裡都不知道 就是在哲學上面要去思考自己的 那一個 那個東西 還沒有發生之前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指覺來講 他一直在行使自己的任務 自己的一個 一個位階 他一直在行使自己的樣子 跟他行使的所有的浪燭的生活 他有這樣的資本去揮霍 可是呢 這樣子的一個動物 他就變成一個動物 他沒有辦法去意識到 他自己到底存不存在 以及他這個 我是誰這個問題 只是會在心裡面 像是一個噪音 白噪音一樣的 一直作響 可是他不知道要去怎麼做 於是呢 他在 藉由他的軌跡的時候 拋棄了他的時候 他才會發現 那種痛徹心扉 一直不 以及擊垮他的那個悲傷 到底是什麼 而他甚至不知道哪有 也不知道原因 也不知道答案 因為其實階級這個東西 很危險的事 他會讓你像是 迷宮中的老鼠 紙巷中的老鼠 你會跟著跑 因為前面一直 一定會有人帶路嘛 你會知道前面一直有路徑 於是你一直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他就會有一個路徑圖給你 可是直到有一天 一個變數開始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我原來在迷宮裡 那我該怎麼辦 大部分的人很幸運 不會知道自己在迷宮裡 所以一直跑 可是 小部分的人 因為某些事情 生活愛情 知道了自己在迷宮裡的時候 他該怎麼去想自己 那一刻才是真正巨石般的重量 就像是他第一次 斯文第一次聽那個樂劇的時候 他才敢 巧樂劇的時候 他才感受到 原來我的生命這件事情 是存在的 而且它有一個 極大的重量 可是我卻用非常輕盈的方式 幾乎快轉的方式 在度過 讓我的生命的那個石頭 越發沉重 那種樂劇的輕盈 那種樂劇的超脫 讓他知道他的宿命 他的悲傷 他無法消化 無法言喻的感受 人這個東西喔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睿智 通常是身體比較醒覺 感受比較知道 所以 無論是那個樂劇的激發 還是藝術的起敵 都讓他發現說 原來我這一切 都只是為了逃避 我最重要 最核心的事情 可是那個時候 還來不及講到 我到底是誰 尤其是那朵花 這本書裡面還講著 這寫著說 他平愛過活的一種樂趣 你會發現其實這個人 怎麼那個 自我折磨成這麼厲害 還有樂趣 的確耶 我們光是看 就覺得好有樂趣喔 就是這個人的自我折磨 然後自己完成自己的自裂 這麼辛苦 都覺得很有樂趣喔 所以 其實他 他其實 是擠去的在從他的痛苦裡面 汲取到樂趣 包括這個加德利亞來 那朵花 我的朋友 我的手 佔得這麼厲害 我幾乎無法寫字 這是奧黛特寫給他的信 那朵乾枯的菊花 跟他珍藏在一起 有一天呢 斯萬就是去 那個迪蘭加 威爾迪蘭加去玩了 發現奧黛特已經離開 那個時候他還沒有愛上奧黛特喔 他只是一天 那個晚上他一直找不到奧黛特 他突然發現 欸 那個人居然對他這麼有 那麼重要 甚至痛苦 這個對他來講太新鮮了 這對一個迷宮中的老鼠來講 太新鮮了 他從來不用知道他自己要往哪裡去 為哪裡活 以及抵達哪裡 結果突然之間有一個 莫名詞的痛苦 攔截了他 突然覺得 我的生活 我的那一天使得我的生活有了意義 奧黛特那天晚上啊 有一天晚上就拿了一束 加德利比阿蘭 頭髮上 胸衣上也插著 那個就是後來他們做愛的一個訊號 馬車遇到障礙物 顛簸了一下 胸前的花歪了 絲婉極溫柔的給他扶正 聞他之前用雙手捧住他的臉 使其在片刻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在思想中的品味 挺會他曾長期懷有的夢想 並看到這夢想的實現 你知道他甚至在幻想著奧蘭特的心事 奧蘭特因為那一刻而得到了一種非常被他珍愛的那種心事 包括他在對奧蘭特在指導他藝術的教養 藝術的涵養的時候 他都覺得奧蘭特應該因為這樣子而有所不同了吧 可是奧蘭特從這本書裡面 奧蘭特其實是一個不會投射的人 儘管斯萬一直拿他來投射自己 可是奧蘭特並不反射任何的東西 初戀本身的自我完成 奧蘭特始終在這故事裡面只是刺腳 也只是他的鏡像 他無論他怎麼假想奧蘭特 奧蘭特這個這個樣子的 就像他的大理石女一樣 他不會去折射他任何的光環 因為他也不愛他 他只是要他的錢 他只是他的過程裡面遇見的任何一個人 所以他的投射是無效的 他的投射只是對於他自己投影出來的一個死亡 做著一種戀人的序語 普魯斯頓的觀察方式 這是我剛剛講的追尼赤水年華 寫什麼其實是不關重要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怎麼寫 怎麼寫出來這個斯萬 他如何在自我的迷失自戀 自我摧殘的愛情過程裡面 找到或者是根本找不到 所謂的生命的意義或者是 那時候也不流行什麼生命的意義 而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困局在哪裡 他呢 普魯斯頓的他對於材料的選擇 就是他的人物的選擇 並不是最重要的 他其實也感興趣的也不是觀察行動的本身 這個安德烈莫洛亞曾經講過 而是觀察的方式 你怎麼觀察這個人 比方說你身邊中有一個 甚至陷入苦戀的人 你怎麼觀察他 為什麼一直陷入所謂的渣男的困惑裡面 為什麼他會認為自己一直被PUA 或者是各種我們現在流行的語句 就是這個人又都有PUA了之類的這些東西 可是呢 在同時之間 他在重渣男的盤旋裡面 他又在裡面找到了某種 像絲萬這樣子複雜的 矛盾的 痛苦的 甚至自我驗證的感受 他是怎麼樣去寫絲萬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是從一個浪燭的 本來留一個時間給小女工 然後最後非常的輕巧的 知道像在跳舞一樣的 知道最後一刻就是抓緊了奧蘭特要離開的時間 游刃有餘的到了維爾迪蘭家 然後完成了他這個羅曼史的一個序幕 他原來活得好輕盈喔 他原來活得像個跳華爾茲的弦手舞者 這舞者只要跟著人生的節奏走 他什麼事情都沒有想 可是一旦音樂盒的音樂節奏停了以後 生命的實話就來了 他的靈魂的實話 他的靈魂從來沒有感應任何事情的實話 就來了 被虛擬的奧蘭特 被客體主宰的斯萬 就像我剛剛講的 斯萬有一個令人同情的主體 有一個可疑的客體 他的那個可疑的客體一直主宰著他 剛剛我講的他所謂的輕盈的舞步 他所有的事情 他所有羅曼史 他都算得好好的 包括他什麼時候要去跟貴族聚會 什麼時候要跟親王都在哪裡 或者是他怎麼樣交進應酬 或者他什麼時候要去公布雷的那個屬地 他這些東西都可以非常輕盈 就像你之前看馬力皇后的電影 和各種的電影一樣 他們都有一個步驟有個節奏 讓你演花撩亂 大家如果看過一個關於馬力皇后的書的時候 大家可以感覺到所謂的貴族生活是如何的輕盈 比方說馬力皇后剛從奧地利嫁給法國的時候 奧地利那時候國力還是不差 而且一直都是若語 那嫁過去的時候他才發現 他的無論時尚審美或者是位置 以王子妃的方式 他都在那裡不足掛齊 他甚至比不上那個情婦 就是在皇宮裡的情婦 於是呢 他第一晚承受一個非常羞辱的夜晚 他也比奧地利公主之姿 在被審核 一個像物件一樣的被審核 就是他脫掉了他 看起來不時髦的衣服 在法國不時髦的衣服 然後被品頭論足著 包括身邊的仆人管家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在一個進行的 我是否配得上法國 甚至路易十四的情婦 就在那裡頭部的情況之下 要去驗證自己的存在 於是我們後來看到法國的 關於法國馬力皇后的電影 都會發現大量的蛋糕 大量增高的鞋子 大量增高的衣服 大量的綿綿的花園 那個美麗的如同萬花筒的景象 像是一種加速的一種音樂的步驟 他現在跳著那個舞 他甚至停不下來 吃萬也是 吃萬的生命本上是什麼 在遇見奧黛特這個人之前 在他感受到小樂句之前 他的生命跟我剛剛講的馬力皇后 沒有什麼差別 大量的蛋糕 大量的美食 大量的音樂 即便那些音樂有啟迪人心的藝術成就 他還在那個節奏裡 他還在那個舞曲裡面 他沒有辦法停下來 有人說 紅舞鞋是為了欲望 他甚至連欲望都不是 他只是紅舞鞋的本身 你知道嗎 他甚至不是穿紅舞鞋的那個人 這樣子的一個人 成為紅舞鞋的本身 你就知道其實這個書不只在講愛情 是在講一個人 到了中年 他那麼輕巧的戴上了他的單邊眼鏡 他這麼輕巧的穿上了他 那麼合適那麼好看的花圖 他呢 在電影裡面甚至由捷若米埃朗演的 那個是一個非常貴公子 就是你現在在影史上面 已經看不到這樣子的一個演員了 適合演莎士比亞的演員 這麼樣的一個空前絕後 如同金筆一般的人 活著卻是一個紅舞鞋詛咒的本身 大家有想過這樣的聲明 就是我剛剛講的所謂的鏡頭 你一眼就看得到鏡頭了 那不是一眼看到蒼蠅 那是一眼看到鏡頭 那你的生命到底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這個 每次進書房 四萬都不敢看他的五斗櫃 走路也繞過 因為那裡放的是什麼 那一朵 那是放了一朵枯萎的菊花 他生命中擁有這麼多的錦音玉石 可是一朵枯萎的菊花 爛在他的骨子裡 爛在紅舞鞋 這個設定的本身裡面 他曾經活過的那一個 昇華的那一個 神聖的那個剎那裡面 四萬心想啊 自己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實會像自己認為的那麼不幸 一個轉念 想著愛情對他虔誠的毀壞 又想著自己 禍在福中不知禍 其實從來會像自己認為的那麼幸福 就是像他一般人的想法 就是一般比方說 唐國師在預告十月遇事的時候 下面的人不是也會留這種 類似的邏輯嗎 我會留這種 身在福中不知福 或是身在禍中不知禍 的隨波逐流 到那個時候 這本書的後來的關鍵點的時候 他即將醒悟的那一個剎那 他仍然這樣想 也就是說他從來沒有意識到 所謂的生命的本身 所謂的人生的本身 他感受到的只有生命的浪潮 把他打過來又打過去 只有感受到那個 境遇的水波逐流 四萬的一個媚相傾向 非常嚴重 媚俗傾向 我們現在其實是活在一個 更媚俗的時代 社群是什麼 社群就是一種反雏 你當你對王力宏有什麼意見的時候 或者是對學運有什麼意見的時候 然後我呢 賦予我的激情 然後我們一起來反雛 我們互相的反雛 然後我們互相感動於彼此的感動 之後我們在兩年後想起來的時候 也會感動於自己的感動 感動於自己的淚水 因為媚俗是群體性 不是個人性 四萬的媚俗傾向 就跟米蘭坤的 然後生命不可承受之心 講的媚俗是一樣 她太感動於 她跟一千萬人一起流下來的 所謂的愛情的淚水 所謂好像愛情的東西 她感動於自己的感動 感動於自己的失戀 感動於自己的失敗 感動於自己的徘徊 感動於自己的徘徊 感動於自己在奧黛特身邊的付出 即便咒怨咒恨巴巴 皇后 她還是在那裡面 沉溺於自己的感動 沉溺於自己完成所謂的愛情的本身 她不是在愛別人 她在完成她的愛情的本身 而且那個愛情 恰恰好成為一個媚俗的形態 與她自己缺乏的認同感 一直到最後她都沒有 她就算跟奧黛特分手了 她也沒有醒悟 這本書最妙的就是這一點 她沒有給你什麼刻意的反轉或什麼 她就會讓你覺得 喔 原來如此喔 絲萬的愛啊 很像是一個精液的病理測血 大家不是現在很喜歡看犯罪心理嗎 或是一些奇怪的黑暗社會系小說 這本書真的沒有像是 在神壇裡面必須要拜讀的 而是這本書是真正的 非常的合乎我們普世心每一個人的狀況 就是當我們只是想要完成我們愛情的本身 愛情想要成就我們的 我們想要找一個很像很像愛情的東西 那個都像是這個病理的測血 就很像是你在旁邊 進入他的一個病發狀態的一個測血 所以非常有趣 但是一個心裡的一個 一個非常精密的一個描寫 書中也有提到一句 就淺淺的一句 他已經很久沒看到天空了 就像是自戀的人 他覺得不會有別的視角 他不知道如何愛生命的本身 我為什麼講到天空 比方說版本龍一他的書裡面 最後那本雜記裡面寫著 我原生還有看到幾次滿月亮 你愛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你會全盤的愛 就是全盤的愛說 今天這個環境 今天這個鳥 今天這樣子的風 這樣的天氣 那是一種愛 那個就是單純的一個愛了 而不是說我今天幫我兒子付出了什麼 我今天為了我的工作 有多麼的職能精神 不是 真的愛是 你對這個世界有感情 你對這個世界有呼應 你有連結 可是他沒有 他就是一直在他的那個 那些瑟斯的世界裡面 然後這邊全部通通都看不見 他只有看到自己 於是他在最後故事的結尾 講了那些話 他還在那些瑟斯裡面 他沒有出去喔 他沒有痊癒耶 我家破梗嗎 對啊 最後啊 人為痊癒的絲外 仍然像這樣子的一個人 在感受著 我是不是在這樣子的史詩的繪畫裡面 就如同直達天際的 如同直達天廳的一個繪畫裡面 是不是有存在在我 我 是不是有存在我這個人 我是不是可以完成 這樣子的一個史詩般的存在 這讓我想起來一部電影叫 《寂寞拍敗詩》 這一幕非常關鍵 《寂寞拍敗詩》是一個非常博學多文 他一看就知道那個繪畫的真假 然後呢 這部電影 他呢 藉由他平常收藏了非常多的侍女圖 他每次坐在這裡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啊 我被奧黛特也凝視了 我被女生也接受了 女生投射出來我的價值了 我不是孤單的 而是這個電影的最後一幕是 這些畫全部都是空的 因為他被一個女生騙了 就像奧黛特騙了絲外揚 他被女生騙了 女生的投射已經不成立了 已經沒有再從寗室中找到到 他的寗室裡面有我 有我的昇華 有我的變體 有我不同的價值 他代表著我的迴返 他代表著我的歸鄉 已經沒有這樣的東西了 這是一個普遍的一個 應該在我們的社會教育裡面 普遍的一個男性的一個 會有的一個盲點 就是在女生身上找尋自己的成就感 斯萬說 我經歷了最偉大的愛 為了盡是一個我不喜歡 根本不合乎我心意的人 他後面講了好幾次 他後來要重拾對維美爾的研究 維美爾研究什麼 您是啊 他除了他最美好的光影跟細節以外 他還在 他最後的抱怨是說 他浪費了這麼多年 為了成就一個最偉大的愛 那個偉大的愛跟奧戴特跟斯萬都沒有關係 為了然後呢 結果那個前提是說 結果竟然是這樣子的一個素材 他還在那個那些設施裡面喔 所以今天要換一個奧戴特2.0的時候才行 他要的是 就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狀況 在維美爾這一部最有名的畫裡面 你到底看到他注射了什麼 這個人不構成史詩的渺小 也無法有任何回應的名字 你看這本書裡面都是流動的 人的凝視都是流動的 無論是布爾喬雅階級 上流一次的未階級 流動的 無法關注的 無法誰在誰眼中是真正存在的 這才是這本書的最關鍵的東西 就像《紅龍夢》裡面 除了寶玉跟黛宇 誰有凝視誰 除了那個大官員凝視著他們的燈繪 他們的預言即將敗落的燈纖維 誰有凝視誰 請問 你試了一下 寶玉的眼睛是有凝視的 因為寶玉 雖然大家說她是殺人 可是她的確是眾生平等的人 寶玉的珍貴是她在凝視著 可是絲萬不懂凝視 這本書裡面沒有一個人 絲萬的安全 沒有一個人的凝視是為了誰助流 剛剛小月進去講到那個悲哀 那個讓人覺得 原來天地蒼茫了這個幾千年 人的凝視都不成為誰停留 如果活在階級裡面的時候 任何的凝視都不成立了 它不僅是一本愛情小說 它絕對是一本社會學 無法回應的凝視 你我有嗎 我們有多久沒有凝視了 我們有真正凝視過一部非常偉大的作品 人在院地在戲院裡面 這樣子的觀看 跟在家裡放五十二吋六十幾吋電視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你去凝視一個生物 你去凝視一個人 你知道那個東西才是真正自我存在的 一個小小的連結 裡面的唯一的凝視是樂句 對他們的凝視 那個亘古的 那個不變的樂句 對他們這些 云云眾生的 共同的悲哀的凝視 所以 詩問也好 奧戴特也好 波爾喬喬那群人都好 那麼多登場的人 普魯斯特抓到一個最美的凝視 這亘古不變的凝視 就是在看著這群人 在自己的舞台上面 下戲上戲 但是自我的凝視 跟他人的凝視 都欠缺了一個生命存在 你說這種 維美爾是一個 他下一個走壁的地方 所以我特定放了一些 維美爾的作品 維美爾的作品其實最重要的 除了他的細節非常的真實以外 他都在凝視 他那一刻 那一刻 那一刻停止的凝視 那一刻真正存在的凝視 後來提到維美爾 也是一種 對我來講 也是一種 你什麼時候真正的看到了 這個時空的存在 這樣子的那一刻 除了那個女生 穿著那個裙子 那天下午的光特別好 那個女孩子的臉上 還仍然透徹的時候 那一刻不屬於那個女孩 也不屬於觀看的維美爾 而是屬於那一刻 那個人 當下真正的存在 以及那一刻真正的 讓你心靈平靜的臨時 那個才是不關乎主角配角 而是小說的永恆系 小說的永恆系 是照亮我們每一個人的存在 而不關乎我們每一個人 真正的那些小小的遭遇 或自認的史詩 他終歸會把我們帶到一個 他仍然在迷失我們 我們仍然有一個非常美的宿命 那宿命不是不好 宿命通常大家都會說 宿命是不好的 宿命是一個 我們知道這些不圓滿 能夠成就的東西 能夠留下來的東西 必然是我們真正珍惜的東西 人如果沒有宿命論 我不是說宗教的 人如果沒有小說裡面的宿命的美麗 人就是無法真正的 因為這些使我這些殘缺 而擁有自己知道 我原來所剩的 我最真實的東西 是什麼 這是十萬的愛 他不同於任何寫愛情的小說家 他在看著是人生中 把你掏喜出來那些雜質 那些妄念那些自我的不存在的投影 那些自妄自大自憐自卑 掏喜出來一個真正非常純粹的精神 原來這個人就是還沒有出生再出生了一遍 而他仍然沒有醒悟 他還是一個完食 很美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普魯斯特的成就就是這樣 就是他不是讓你關心說 那個悲劇的人物到底後來怎麼樣了喔 是不是可以怎麼樣 結局是不是可以滿意滿足我 而是他真正在講的是 不變變 存在於真實 就我們在看到這麼多的那種 浮光略影那麼美的 喜韋酒音樂畫面的時候 你真正他們 那些卑微的 不被凝視的那些小小生命 對你來講算是 是什麼 而你在這個故事裡面 在這個畫景裡面 在這個畫風裡面 又會是什麼 你如果走進去這樣的世界 因為他已經畫得很縮密了 你完全可以無碰進入那個世界 你在裡面又是什麼 相對於維爾迪蘭 相對於斯萬 相對於那些所謂的貴族們 所謂的那些 那些他們相信的事情裡面 你又是什麼 你是那個醫生 你是那個畫家 還是你是 只是想當一個社群的信徒 這所有他在講斯萬 可是他用斯萬的眼神 講了所有的眾生 他超越了斯萬 也超越了愛情 謝謝大家 好